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我教大家如何 撤销谷歌的电汇付款 还有怎么添加新的电汇详细信息 新的电汇详细信息 我推荐大家用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可以传绳手机操作 打开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找到美元的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美元 我们需要用到的就是这些 我先教大家怎么添加 收款人ID这里可以留空了 银行账户上有名字用拼音 如果你的是三个 你的名字有三个字 那每一个字的中间你都要隔空隔 而且是英文的大写 银行名称 这个银行名称是中国这边的银行名称就是这个 这个我也会贴在视频简介下方 下面这个是纽约分行 上面这个是深圳的 中国深圳深南大道 然后7088号召商银行 大杀 如果你看不懂的 你复制一下就行了 这个全部复制 信号不要复制就行了 你看不懂的 那你可以在这里翻译一下 看一下对了没有 不是复制这个 这个 冒号的后面这个 复制这个 复制好之后 你再五个翻译一下 代码 代码不用复制啊 那个代码也不用复制 刚才复制到代码 冒号这边 复制到这个tryner这边就行了 如果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复制对我 建议你用谷歌翻译翻译一下 如果他翻译出来是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去到 照商银行深圳 照商大厦 7088楼深南大道 如果是这个的 那说明这段话是对的 你把这个 复制 粘贴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BIC码 BIC码 这里也说了就是这个 大家不要复制错的 复制冒号后面的 复制这个就行了 复制好 粘贴到这里 账号就是你招商银行 一卡通的那个卡号 然后重新输入两次就行了 中转银行 中转银行 我们可以用这个 用纽约的这个中转银行 这个是纽约的 复制这个 复制到这边就行了 它这里有下文有中文的翻译 这个是英文 复制到这里翻译看它有没有 对得上 纽约照商银行有限公司 说明是正确的 你把这个中转银行 粘贴到这里 中转银行的BIC 也要给它复制一下 就是这个 粘贴到这边 这时我们点 社会主要复缓方式 之后点保存就行了 如果你的之前没有用过这个电货的 用的是西连汇款的怎么撤销它的复还呢 点一下这个问号 之后你在这里输入 撤销复还 是这个 你抽 走 我们点第一个 这是这里有两条文负我们点牌 社交付款 我们点一下刀就弹出来这个表达 这个 taking the price 这个明 明字 这个名字这里 大家要对得上 不能够填写说怎么对呢 如果你的是之前申请过些人会管 但是没有拿到钱的 名字是在这里的这个地方 是中文你就写中文 英文你就写英文 正常是英文 我记得好像我是写的是中文的 中文简矿号还有这个 还有名称在这里的 就可以参照这个表来填写 邮件地址就是你的这个 对应的那个账号 发布上ID 他的圣词发布上ID 这个就很简单了 金额 这个发布日期这里 Y开头的是年 D开头的是月 M开头的是日 应该是这样 不是D开头的是日 M开头的是月 月在最前面 付款编号 这个付款编号就是这个监控号 监控号就是这个 西连汇管监控号 你输入这个地方就行了 之后这里你选着这个随便选一个就行了 之后这里选一个选中国 你是中国的 你是在哪里的你就选哪里就行了 选好之后你点提交 不超过两天的 谷歌就会撤销付款 撤销之后他会打到你这个电汇上面 很快的打到电汇之后你再把它转成人民币 再下载一个照相银行手机APP 就可以把它起上来了 好谢谢大家